现在由文道代表刘翔的父母发表讲话 什么刘翔父母 我正想说你们刚才那段很好的蓬门金矢卫军开 哎呀你错过了吗 伦敦被你们打开了 对对伦敦的门被我们打开了 哎呀 真相浮出水面 真相浮出水面 这是象征我们枪枪三 这几天英国的这个会晤活动很多呀 居然都有英国保守党的什么议员呢 要请我等吃饭呢 他们知道枪枪三任性在中国举足轻重啊 对而且你们现在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像这个鸦片战争是我们打赢了 我们把船开到泰晤士河 你说的这个意向太好了 是那个意思是吧 当年他们你看那刚才有个炮舰嘛 是贝尔法斯特 对对对对就亮一边去 当年打败了我们的渔船 现在我们驾着深圳的渔船 开进了泰晤士河就像中国军团 是吧 就下船的就你们几个 你还是代表刘翔父母发挥 没有没有没有 而是最好这几天呢 我就能够跟他父母住一个酒店 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就有些事不好拿出来讲 但是我能够在那个过程跟他父亲聊天啊 我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很紧张 那种紧张是非常认真的紧张 那他也给我看了一些东西 那他就是他提到一个事情 我觉得我特别有意思是什么 就我们平常可能不容易想到 他说运动员啊 身体是高度敏感的 就你身上有任何一处有一点什么小伤患 或者怎么样 他会自己把它放大 你会自己忽然就 这怎么 而且越到紧要的关头的时候 那个东西越大 这个事情变得越大 所以这是不是可以解释 为什么就是偏偏到奥运 脚跟就越到紧要 但是奥运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梅里特他就说 他认为它是一个技术犯规 不是伤 但是他就是说奥运这样的地方 人就不能有一丝错 对 他就讲了一条 我觉得两个网友的这个 我多读一下 一个叫刘翔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 不管怎么样 刘翔都是最棒的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另外一个说 一直不喜欢刘翔 但从不否认刘翔 今天第一次摔倒 没有丝毫惊讶 看到他扭头回到赛场 回到中场 让人觉得他更加成熟了 也相信他有更好的明天 其实这是偏理性 我觉得还有一个根子 就是我还得说 这个吴万德对人 偶像崇拜这个事 我认为不靠谱 对吧 这个人强就是强 但是你不能发展成是神 因为如果凡人成了神 你就是让他也活不好 对吧 他不是神 他都是个人 你说这偶像崇拜靠谱吗 你就偶像完了之后 你又觉得你变了 或者说一旦被当偶像架上台以后 什么叫偶像 偶像不就是假像吗 假像就要表演吗 但是一表演 就有表演水平高低的问题 就会被看出假来 说你没演好 你对不起我们 你怎么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有篇文章说 好像农民为了求雨 拜龙王庙 拜那个神像 但是雨要求不到 就一厨子把那个龙王庙砸了 甚至我跟你讲 你说这到底是谁的错 甚至说被当成偶像的人 我跟你说很难免的 他也会表演 你把我架成这样 我很难不在你面前表演 但是一表演 不同人的表演风格 就有了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而且要了解 就是这种 他们接受崇拜的压力 有时候大到一个程度 他会传染出去 而且会让你做任何事 他都会觉得有压力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我之前碰到一些 参加奥运的 我们中国军团的一些父母们 一些健儿的父母们 他们那些父母 比如说有些孩子输了 怎么样 这种情况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 你知不知道 你要是 因为你之前赛前 比如说你看到 刘翔爸爸妈妈说 哎呀 你要是那些什么 那个压力 那是个压力 对不对 恭喜他 说预祝成功 这也是压力 输了 你看到他 安慰他 那还是个压力 你懂我说那个意思吗 就你怎么说都不对 就他已经被 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八年前 雅顶奥运 刘翔最风光的时候 他母亲说过一句话 他说 希望大家等有一天 他不能赢的时候 你们还能喜欢他 因为这真是母亲的心 妈妈的心 我觉得这就是妈妈的 是